接著到2020年的第十二題 今天我們有OP和OQ兩支Vector R是PQ上的一點 使得PR比RQ是1比3 partA叫我們找OPXOR 我們先說三個型出來 現在呢 OPQ R是PQ上的一點 PR比RQ是1比3 所以我們如果要找OPXOR 應該要找一個OR 所以我們會知道 OR應該會是1個OQ 再加3個OP 除回1加3就是4 所以就會是4分之1個OQ 再加3over4個OP 如果對位的話 你應該會是5over4個I 接著就減7over4個J 減1個K 接著就加3over4個I 然後就加3over4個J 最後就加3個K 這樣 所以最後你應該會有2個I 接著就減1個J 接著就加2個K 這樣 所以如果你要我去計算OPXOR 那就不難 那就會是這個 IJK 接著OP 就會是114 接著就是2-12 接著就2-12 這樣 我們可以用一條Program去幫我們做 打回100 014 0-12 出來答案是6個I 接著再來 010 104 202 出來答案是6個J 接著就001 1110 2-10 減3個K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OPXOR 部分B 部分B 如果現在我們有個OS 就等於OP加OR 就叫我們找一個四邊形的 area 但千萬不要害怕 你想回DSE這麼多年 很少問你一個沒有關係的四邊形 他多數問的都是什麼 都是平衡四邊形 你看千萬今天他說什麼 他說 如果OS是OP加OR 你想回一句 如果你把OR這樣 你把平衡地移過來 綠色筆這裡 把綠色筆連起來 綠色筆現在的膠點就是S 現在這個就是平衡四邊形 所以我們知道 你原來想我們計算的required area 答案原來就是這個 這個modules of OPXOR 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計算過的東西 就是6的square加6的square 再加-3的square 再square OK 那就會是 6的square加6的square 再加9 這就是part B 暫時還比較簡單 到part C part C 就說如果我們有個N點 ON就等於Lambda乘以 OPXOR 記住OPX product 是一個rector 來的答案 所以我們現在憑借著這句說話 我們已經知道就是 ON 應該是會平衡於OPXOR 平衡於OPXOR 有沒有用就不知道 我們也要再看看 part C1 他就問我們 NR是否垂直於PQ 你問得垂直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就是 DOT product 即我們會 considerNR DOT PQ 等於0 就是對 所以我們會試一下 其實他問得多數是 因為是才能問得到 在我們rector的世界 我們就先找回NR和PQ 這兩支rector NR NR應該會是OR-ON OR是哪裏呢 OR就是我們剛剛part A計算的 2-12 OK 2-12 ON ON 是哪裏 ON 他給的 OK 雙呢 就會是2i 減J 加2k 減ON ON就會是Lambda 那就減回Lambda 記住我們現在在看這支 在看這支 所以就減回Lambda I 再減回Lambda J 記住拆括好 要轉正符 接著就加回Lambda K OK 所以就會有2-6Lambda I 接著就減6Lambda 加1J 最後就加回Lambda 加2K 就是這樣 Nr我們準備好了 接著還有什麼呢 還有Pq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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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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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考慮 Nr Pq 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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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8,再減24Lambda,再減16 你就會發現,這裡有減24Lambda,這裡有減24Lambda 然後你加48,所以Lambda都消失了 數字部分,這裡你看到8加8,16 但跟後面的負16抵消了,所以這裡等於0 由於你DOT PRODUCT元等於0,所以你會知道NR是垂直於PQ 就是這樣,你就成功完成了C一部分 到C二部分,現在我們有一個μ是一個實數 使得NQ是平衡於11i-μj-10k 然後C21叫我們先找Lambda和μ 第一步,我們應該先找NQ,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NQ 那就是C21 找NQ有什麼方法呢? NQ的話,我們就可以寫回OQ-ON OK,OQ-ON 因為OQ是題目給的,然後ON呢? ON就說是Lambda成為我們剛剛部分A計算過的Cross Product 所以我們慢慢來,因為我們要抄回來 OQ就會是5-74 5i-7j加4k 接著ON ON就在上面 OK,就成了一個Lambda給它 所以就是6Lambda的I 減6Lambda的I 接著就減6Lambda的J 最後就加3k 因為負負得正 所以比較好看,它應該會是5-6Lambda的I 接著就減括弧7加6Lambda的J 最後就加7k給它 OK,加7k給它 我們有NQ之後 OK,那我們就可以做到 因為我們知道它會平衡於這個什麼 平衡於這個11i加mulj 那是不是減10k 有沒有記錯呢? 沒有的,是減10k 那我們說兩支平衡的Vector 它們I,J,K各自的CoEfficient 就會是成比例的 所以我們會知道就是5-6Lambda 除11 你記得我們今天想計Lambda和mul 你選擇另一支,當然不要兩個都有齊 所以我們會用k的CoEfficient來計 所以我們會有-50加60Lambda 就等於77 即是說60Lambda就等於127 127除60 127除60 現在數字會有些醜 5-6Lambda除11 等於5-7-4 5-7-4 5-7-4 現在我現在是OQ 這裡錯了,不好意思 我剛剛出錯了 這裡是-4 先減4 然後k呢 等下,這裡遺失了Lambda 糟了 這裡是加3Lambda 不好意思,我剛剛出錯了 我先減4Lambda 下面這裡有些問題 我剛剛計錯了 先減4Lambda 好,我們由上面再出發 再減4Lambda 現在是5-6Lambda 接著,減4Lambda 接著,減4Lambda 接著,減7-6Lambda 最後是加3Lambda 接著,減4Lambda 接著,減7-4Lambda 由於平衡的關係會知道coefficient成比例 所以5-6λ除11等於3-4除-10 現在會有-50加60λ是33-44 即27λ是6 所以會有λ等於2 over 9 我們可以利用5-6λ除11等於-7加6λ除μ 其實有點複雜 所以我建議你不要這樣計算 不要想這樣交叉相性 你將它寫成為μ等於-11乘以7加6λ除以5-6λ 然後打的時候你就打-11乘以7加6a 除5-6a 然後你將a儲存為2 over 9 回到上一頁 你就會找到μ應該是-25 就是這樣 你就會避免處理λ等分數的時候 你可能會按錯機而引致的錯誤 就是這樣 最後就到C2 它就說 現在我們有兩塊三個型 在不同面上 就是OPQ和NPQ 這就叫你找回他們的甲角FETER出來 對 那就是C2 OK 我們可以看到 那兩個三個型 有一個common size 就是PQ 對 PQ 所以它們應該會這樣 在自己的一塊面上 但是它們有一個common size 有一個common size 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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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這個O這個N OK 你應該會發現 它們好像有點巧妙 就是 它們的巧妙在哪裏呢 就是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就是 現在的R 就在PQ之上 OK 1比3 首先 這裡有點R 我們就會想 會不會 你們這樣 大家都垂直地跌下來 我們這個R 垂直地跌下來 我們這個R OK 如果你會垂直地跌下來 我們這個R 你想想 如果我要計算的FETER 就是這個FETER 對不對 當然你想想 如果你不是這樣垂直地跌下來 其實就很難計算 就好像我們Core裡面 可能近年一些3D的題目 你不可以垂直地跌下來就算 我們可否做到這個效果呢 我們先看看 例如 NR 是否垂直PQ 我們可以先看看 我們之前有說過 就是 Part C1 NR是垂直PQ 所以 藍色筆 這個直角三個人 我們已經確認了 我們會知道 NR 這支Ractor 是垂直於PQ 這支Ractor OK 原因 我們就在Part C1 那裏計算過 第二個 綠色筆 這個 OR 是不是垂直PQ OR 是不是垂直PQ 也沒有 我們先計算 OR 我們可以看看 Part A好像有計算過 就是2-12 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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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j 加2k 接著 到PQ OK PQ 我們哪裏計算過 關於PQ的東西呢 PQ 就是在這裏計算過 OK PQ在這裏計算過 4-8-8 OK 所以就是4i -8j -8k 我們會計算 我們會計算 他們的DOT Product 就是這個 OR PQ 所以就是2乘4 加 -1乘8 接著 加2乘8 接著 接著 加8 減16 等於0 所以我們會知道 原來OR 也是垂直於PQ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要計算的那隻PQ 就是我們現在這張圖計算到的PQ 我們先把這個圖計算到的PQ 所以我們可以再利用DOT Product去計算PQ 所以我們會有RO.RN RO.RN 就是Modulus of RO Modulus of RN 再成為我們的CosinePQ 就是這樣 我們先把RO和RN計算過 比較遠一點 RN 就是NRO 我們會在PQC1 但我們現在是RN 所以比較複雜一點 所以就變成6lambda-2 6lambda-2 i 這是RO的R 接著就是 6lambda-1j 然後就是 -2-3lambda-2 這個就是RO 這樣就會DOT我們的 或者這樣說 我們可以先計算RO出來 這樣好像有點複雜 因為RO RO就是-OR OR 我們就會在 你看看 OR OR 就是2-1-2的負 所以就會是-2i 加J-2k 這個就是RO 然後RN RN RN 就是-NR OK 你看看 我們RN 有計算過 RN就會在 綠色筆這裡 OK 但是Lambda-2 還未代用2 over 9 所以我們先計算 如果Lambda-2 over 9 2-6 2 over 9 就是2 over 3i 然後 6乘2 over 9加1 再乘1 所以現在就會變成 就是-7 over 3j 最後3乘2 over 9 然後加2 答案就是 8 over 3k 我們今天是要找RN 所以記得全部都成為負 所以就是-2 over 3i -2 over 3i 然後加7 over 3j OK 加7 over 3j 最後就是-8 over 3k OK 我成功找了兩支Vector 所以我們今天要計算 RO.RN 就是-2 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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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3 加1 乘2 7 over 3 然後再加-2 乘8 乘8 over 3 OK 那就等於 modules of RO 就是-2的Square 加1的Square 再加-2的Square 再是Square root 就是RN 到RN 的話就複雜一點 我按照寫算 OK 接著就剩下Cos 所以我們先計算RN RN 就是-2 over 3的Square 再加7 over 3的Square 再加-8 over 3整個東西的Square 這樣就算是RN RN這個東西是RN 就是RN 接著前面這個就是4加4加1 即是3 OK Cos 到左邊 -2乘2 -2 over 3 加7 over 3 再加-2乘2 -8 over 3 出來的答案 這邊是9 OK 所以這個答案 當我們計算到這裡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看Cos 3除RN 13 大家看看題目今天要我們計算的是Tangent Theta 所以我們就要畫直角三角形 OK 畫直角三角形 Cos 是輪邊除斜邊 所以這一條邊就會是13-9 即是4 OK 13-9 即是4 再Square root 所以就是2 OK 所以他問我Tangent Theta Tangent Theta 就是對邊除輪邊 即是擾伏3 就是這樣 這條題目 我會有幾個位置 可能你要小心點 第一個位置就是 它部分B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叫你找那個 Area of Quadrilateral 它這次就轉了一個Term 它就不再直接跟你說 它是平人四邊形 即是一個Pyrogram 所以你要小心點 看看它會不會是你想的太複雜 即是如果你把它拆成兩個三角形 對不起 你把它拆成兩個三角形 就複雜了一點 但是中間的運算複雜了一點 但我覺得 如果大家 可能我剛剛要這樣 不斷滑螢幕 可能就複雜了 即是容易錯了一點 但大家考試的時候記得 就專心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就會是我們的 2020年的12題 好看